哈囉觀眾大家好我是阿成 今天給大家帶來實習戶外的Vlog 對我們現在在那個陽明山的什麼 花卉試驗中心 就假日 禮拜日來這邊走一走拍拍照這樣 OK那 反正我也不知道 去幹嘛啦我就錄一個Vlog 呃看來是 被擋住了嗎 就 出去然後往前走一走看一下前面有什麼 那這一集給大家呈現的方式應該 也是像之前去那個嘉義去花蓮那樣用那種 運鏡的方式吧 然後我有一部分搭我自己講話來講解現在到底在幹嘛 那就 開始吧 現在跟大家講一下就是我現在錄影的手機 大家熟悉那支SE3 那 拍照的話現在 因為我們這邊有一個新的夥伴 就是這一支 iPhone X 那這支iPhone X 就朋友借我的 沒什麼新奇的 他就是一支iPhone X 而且系統也不是什麼 最早系統 就是每一支平凡無期的iPhone X 但是因為 我覺得iPhone X的相機可玩性比SE高太多了 所以以後 拍照 就會拿這支iPhone X拍照 那主力機我現在也是裝SIM卡裝iPhone X裡面 就是它的相機 一是有長焦 就廣 就 每顆兩倍 兩倍鏡 那SE就是單鏡頭嘛 一千兩百萬單鏡頭 那 還有 喔對錄影我以後還是會繼續用SE 就是 因為SE的 錄影穩定度是比較高的 手震上面 所以 以後錄影就是SE 那拍照就是TEN SE拍照 我覺得也不差 那就是 可玩性低一些 而且還有SE的 相機裡的那個人像模式 好像是不能對景物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對景物做不出景深的效果 所以說 TEN是做到 我不知道是因為 是不是有 雙鏡頭的關係 如果是的話 那就也沒辦法 SE 注定就是做不到 因為單鏡頭 好 那就 這樣吧 所以 已經不准了 30分 1 3 2 3 2 2 4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来看这边这个阴性啊 所以我们找到了 那刚才听强人说他们这个阴性是在一个生态石旁边 这个就生态石 这个就是阴性 我们找到了 一樣給大家帶來一些 影片或照片吧 好可愛喔 現在這裡是那個文化大學的後山啊 這邊的夜景是真漂亮 現在5點24分 對 就能看一小會兒就要回去了 好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喜歡就請按讚、訂閱、訂閱、開小鈴鐺 那下期影片或直播三點吧 大家 掰掰 請按讚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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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讚